男人没打招呼就打开了前妻的家门 没想到却从楼上走下来了个小矮人 一时间两人四目相对 都因对方的突然出现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男人怀疑前妻疲好的同时又一脸疑惑地问 这时一个壮汉边吃边说的从厨房走出 我想他正在楼上睡觉呢 你应该是奥利的前夫吧 那架势看起来就像是房间的主人 男人只好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还没等他搞清楚这一切怎么回事 前妻捧头垢面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看到眼前这一切 男人的内心一时间变得无比深沉 他本来是过来找前妻复婚 但看着眼前的场景又瞬间没了信心 看着一高夜矮从自己眼前经过 男人的脸上爬满了成堆的抬头纹 至于两个男人为何会同时出现在前妻的家里 故事还需从一段时间前讲起 分天生就是一个猪乳 虽然已经年过三十 但身高只有一米三五 因为身高原因 他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 走在路上小孩子会对他嘲笑 逛个潮时别人会对他怯怯私欲 就连收银台结账都会受到灵魂的暴击 也许是遭受了太多的敌意 分慢慢地开始封闭自己 不愿跟别人过多的交流 生活中分只有一个朋友亨利 由于两人都很喜欢火车 就合伙开了一家火车主题的小店 亨利负责在前面看店 芬负责在后面维修 小日子也算勉强能过 本以为可以一直这么安安静静地过下去 然而这天突然扑通一声巨响 打破了这一切 等芬走到前面查看 好友亨利已经倒在了地上 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律师告诉芬 去世的亨利在遗嘱中给你留了遗产 她是新泽西一处火车站旁的老房子 律师说那里风景优美却荒凉无比 已经对这个城市没有一丝留恋的分 拎起行李箱就踏上了前往新泽西的路途 她沿着火车轨道一直走 身旁行驶着的火车气地轰鸣 与之相对的是她孤独而又渺小的身影 沿途她不知看了多少辆驶过的火车 也不知走过了多少街铁轨 终于在绵绵阴雨的这天 芬找到了那所火车站旁的破旧老房子 果真如律师所说这里荒凉又偏僻 白色的木门经过无数风雨的青石早已泛黄起皮 芬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环顾四周屋内脏乱破旧 不仅没水没电甚至连张床都没有 翻开尘封的沙发罩 这一夜芬和一耳眠睡在了沙发上 次日一早芬来到家门口的餐车前买咖啡 却被热情又滑烙的摊主乔不停追问答讪 乔表示自己是因为父亲生了病才回到了新泽西 要在这里帮父亲照看最少刘州的生意 在他喋喋不休的追问下 芬无可奈何地和他交换了姓名 并询问了最近的便利店的地址 饭后分悠闲地走在前往便利店的林荫道上 一样蛇行走位的汽车突然从对面挤车而来 芬表情惊慌顿感不妙 接着便纵深一跃跳进了边上的神沟躲避 女车主奥利慌忙下车查看情况 她不断表示抱歉并想送芬去医院 不想和陌生人有过多接触的芬 表示自己没事后便直接独自离开了 在便利店买东西时 老板头一次见到如此矮小的芬 接着便拿起相机走了上去 面对这样的情形芬也早就习以为常 奥利来到餐车前买了一杯盒的 恰好从桥口中得知 她险些撞上的人正是新搬来的邻居 她低声咒骂自己不走运的同时赶紧离开 开车回去的路上 她没想到又一次遇见了 从便利店购物回来的芬 慌乱中她不小心将咖啡撒在了身上 滚烫的咖啡使她再次发动了 蛇行走位的急能 倒霉至极的芬则在一次 跳进了边上的神沟 所幸她没什么大碍 面对一天内发生的两次撞车事件 芬对肇事车主奥利表示 如果是普通人 这时候不说索赔也得跟车主打吵一架 然而习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芬 又一次选择了不计较 芬拎着东西回家 话唠的巧又热情地迎了上去 想约芬一起喝酒聊天 得知芬平时喜欢散步 她又积极地表示可以和芬一起去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芬冷淡地拒绝 午后芬一个人沿着铁轨散步 一个对她充满好奇的黑人小女孩 紧紧地跟在她的身后 察觉到不对劲地芬停下脚步 转过头去和她打招呼 没想到芬挨小的身材上 却是一张成年人的脸 小女孩吓得以言不发便迅速跑开了 芬沉默地垂下了头 从不和他人主动交流的芬 却主动和小女孩打了招呼 其实她残缺而冷漠的心灵里 也藏着一颗渴望与他人交流的心 当晚有人敲响了芬的房门 她打开门惊讶地发现 竟是白天连续两次都差点撞上自己的女人 奥利开玩笑地说道 奥利拎着一瓶酒前来拜访芬 既是对白天的事表是歉意 又是祝贺芬的乔迁之喜 或许是这晚的夜太精密 又或许是酒精起了催化剂 喝多了的奥利坐在沙发上向芬土炉心声 分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地移开了目光 这晚两个人是没多久的人仿佛有了共同之处 这是两个脆弱又孤独的灵魂的相遇 次日醒来的奥利突然发现 昨晚喝多了的自己竟睡在了芬的沙发上 她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便匆匆忙忙地离开 这一幕恰巧被餐车主敲看到 敲向她挥手挑看 紧接着乔游敲响了芬的房门 脸上还是带着调侃的笑容 我在这里流星气了都没能跟她说上两句话 你才来了24小时 是彻夜狂欢吗 她是芬佩服着的小矮子芬 竟能让美丽的奥利留下过夜 此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奥利不小心把手机落下了 芬从乔的口中得知了奥利家的地址 于是打算把手机给她送回去 可把芬是做炮牛高手的乔却对她纠缠不断 还让她以后有什么活动一定要叫上自己 芬也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临走时乔再次对芬表达了崇拜 没多久芬带着手机来到了奥利家门口 她并没有选择敲门 而是把手机放下后就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芬到图书馆想借些关于火车的书 结果却把图书馆管理员吓了一跳 初来乍到的她还没有半戒书证 此时奥利恰好也在图书馆 于是便提出可以用她的戒书证戒书 不习惯接受别人好意的芬直接拒绝了她 回到家那本她想借的书却出现在了门前 餐车旁的乔向她解释这是奥利留在这的 乔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秘密活动没有叫她 便朝芬竖起了大拇指 这天芬独自在一辆废弃的火车旁研究车子的结构 那天跟在她身后的小女孩又来了 这次她主动和芬打了招呼 两人聊了很多跟火车相关的事情 芬甚至和小女孩开起了玩笑 芬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冷漠 只有在面对童真的孩子时 她内心的柔软才会真正的袒露出来 这天两个男人到桥这里买吃的 看到身材矮小的芬便开始了嘲笑 已经把芬当成朋友的乔立刻制止了二人的行为 知道芬喜欢看书 乔就主动找到她陪她一起 得知芬是在等着看火车 乔好奇地问接下来一趟什么时候经过 芬拿起怀表看了时间 对于喜欢安静的芬来说并没有什么 然而对于喜欢热闹的乔却无聊至极 终于他们等待的火车来了 然而仅有的三节车厢却让乔失望透顶 她不理解分为何等了这么久就未看这个 回去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买完东西准备回家的奥利 于是三个人便聚在一起吃起了饭 交谈中他们聊起了关于火车俱乐部的事 从分口中得知 俱乐部每次都会有人播放自己追着火车拍摄的影片 然而她因为身材矮小没办法开车 同时也没有相机 所以从来没有播放过她的作品 每次俱乐部活动 她都只能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吃了没几口 乔就因为生病的父亲匆匆开车离去 看来开朗乐关的乔的生活也并不总是如意 从那以后乔有时间就会和分一起登火车 一起沿着火车轨道散步 一起数着火车经过的时间 分看书时乔就在一旁打水漂 枯燥无味的生活好像因为朋友也有去了起来 这天分回家时突然发现门口放着一台相机 小女孩说这是奥利送给你的 相机上还附了一张纸条 就这样三个人逐渐成为了朋友 奥利也加入了沿着轨道散步的队伍 不知不觉中三人走到了桥上的铁轨 坐在铁轨上 湖面不光灵灵四周绿树成荫 美丽的景色仿佛能让人忘却所有 分和他们分享牛肉干 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两人 奥利又突然反悔了 回去后三人惬意地坐在分的家门口闲聊 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附近踢球 自来熟的乔开心地加入了他们 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踢着足球 奥利的眼眶却开始逐渐泛红 如果我的儿子还活着一定也是这样强壮了吧 也许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心 伤心的奥利便和分匆匆道别 自从有了奥利松的摄像机 乔开着餐车分带着摄像机 开始了他们平生第一次的追火车之旅 两人惊险又刺激地追着火车拍摄 不知何时分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冷冰冰的 习惯性剧人余千里之外的模样 他的脸上开始挂着笑容 平淡的生活也逐渐有了色彩 这天三人聚在奥利家打算一起看他们拍摄的追火车影片 擅长做饭的乔正在厨房忙碌 芬和奥利坐在湖边聊天 奥利向他吐露了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 自从儿子不幸去世后 前夫戴威为了逃避现实买下了这里 不久后我也搬到了这里 我之前的日子相当难熬 每个看到我的人都好像在说 这个可怜的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接着他又问芬为什么来到这里 看到乔过来催他们吃饭 芬就和他开起了玩笑 三个人一起吃饭一起喝酒 一起坐在躺椅上抽烟 一起惬意地看着他们拍摄的火车视频 喝多了的乔直接在地上到头就睡 芬和奥利聊起了彼此的过往 奥利知道了芬天生就是侏儒 芬也知道了奥利还爱着前夫 躺在卧室的床上 芬在床头看到了萨姆的照片 也知道了他儿子萨姆的死因 原来当时就在奥利转头的瞬间 他的儿子就不小心从单杠摔了下来 次日清晨奥利的前夫突然到访 接着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前夫正好撞上了流速在此的芬和桥 一时间场面变得无比尴尬 奥利只好让芬和桥先行离开 然而访门刚关上屋内就爆发了争吵 这天芬正独自坐在家里 小女孩敲响了她的访门 并递给了她一张许可证 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学校演讲了 芬有余了一下还是拒绝了她 她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做好这件事的 小女孩在告诉芬一定要去之后便转身离开了 自从奥利和前夫吵架之后 她就断绝了和芬的来往 三个人的铁轨散步之旅也变成了两个人 这天乔和芬正坐在路边聊天 突然看到奥利的车子经过 乔兴奋地跑去和她打招呼 然而奥利却视若无睹禁止开车离开了 这让两人很是郁闷不解 乔邀请芬晚上一起去喝酒 郁闷之下芬第一次答应跟乔去酒吧 路过便利店时 芬恰好听到老板要去给奥利送东西 不过时间最早也要两个小时后 芬主动请营帮她去送 当她紧张地敲响了奥利家的门 奥利不但却拒绝了芬的关心 还不愿跟她有过多的交谈 甚至都不愿让芬进她的家门 没缘由的冷淡让芬被赶失落 她来到酒吧跟乔夫约 没想到却被乔放了鸽子 图书管理员见她一个人便坐到了她身旁 还赌气地和放她鸽子的男友说 你不用过来了 你要做什么随你便吧 我正好遇见了一个朋友 我们正在喝酒 挂了电话 图书管理员却满是悲伤的和芬说 我怀孕了 然而我的男友还不知道 准备离开的时候 图书管理员的渣男男友却姗姗来迟 拉扯间渣男把图书管理员推倒在地 芬恒在两人中间企图阻拦 然而她矮小的身躯并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被渣男狠狠推开撞在了车上 分被图书管理员保护着赶紧离开 她一脸平静地走在金色的夕阳下 傲力地突然疏远 乔得无故爽远 看图书管理员被打 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种种的一切都让她无比愤怒 却又束手无辞 从那天起分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日子 她甚至拒绝了乔 因为父亲病情加重而爽约的道歉 再一次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这段日子的快乐是光仿佛像是泡影一般 幸福在出手可及的瞬间又迅速破灭 她又再次像从前一样 一个人看书 一个人散步 一个人看火车 这天晚上图书管理员敲响了分的家门 她的渣男男友不愿对她负责 她的家人知道她未婚先孕后 直接把她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她请求分能收留一晚 次日一早图书管理员离开后 坐在分家门口的小女孩好奇地问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看分一口否认 小女孩又问奥利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分只能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是小女孩的话 让分的内心受到了触动 她每天都会来到奥利的家门口等待 没有上前打扰 而是静静地坐在路边 等待着奥利的再次出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天奥利终于出现在了阳台 然而却在和电话中的前夫大声争吵 分有些担心地上前查看情况 却被奥利歇斯蒂里地厚了一通 分本就敏感脆弱的内心再一次被伤害 这次她选择了接酒消丑 酒吧里她一杯又一杯地直接灌进肚里 然而周围却传来了众人一样的目光 三十多年来 她一直都在遭受这样的对待 委屈 愤怒 憎恨和不愤一起涌上了心头 这一刻她终于忍无可忍 一把腿翻桌上了酒瓶后 她直接站在了桌子上 让那矮小一样有丑陋的躯体 全都暴度在了聚光灯下 把不堪的自己彻底撕烂展示给这群观众 她张开双臂咬牙切齿地怒吼道 喝得嘴熏熏的她 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酒吧 在萌萌的夜色中 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铁柜上 这时一辆火车 铭着汽笛朝她急速驶来 趴在铁柜中的分没有躲避 反而露出了一脸笑容 这一刻死亡对她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没想到此日天亮时 风却睁开了双眼 只见她完好无损地 躺在铁柜中间 矮小的身躯 使她侥幸地存活了下来 驶过的火车 只是压碎了她那块 随身携带的怀表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也许是刹那间的生与死 让她对生活有了新的领悟 她又一次来到了奥利家 却发现她整个人 瘫倒在厨房的地上 原来她吞下了一瓶药片 以心求死 看到是分过来看她 一时间 她靠在分的肩膀上 泣不成声 被救回来的奥利 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在她接受治疗的日子里 分帮着她收拾了凌乱的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奥利也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可以出院 这天大庭的座椅上 分合乔安静地等待着 奥利穿过走廊 面带微笑缓缓地走向她们 没有过多的言语 三人又重新找回了 她们之间珍贵的友谊 从那之后 分布在惧怕和他人相处 她没有忘记小女孩的邀请 主动来到小女孩的学校 做关于火车的演讲 小女孩也赞赏地 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许多小孩都被她的演讲所感染 纵使演讲途中 有小孩对她故意提问 她也已经有勇气去面对 从前她总是选择逃避 而现在她知道 我们学会去拥抱她 这晚三人又坐到了一起 一起观看火车视频 一起抽烟 一起闲聊 一切又回到了之前的美好 《心灵异战》 是由汤姆·麦卡西指导 《比克丁拉基·派翠西亚克拉·克森》 和《鲍比·坎纳瓦尔》主演 上映于2003年的美国剧情电影 这是一部送给自卑 自闭孤独者的温情片 关于孤独 关于情感 关于友情 关于勇气 给人启迪 《平淡的故事情节》 讲述了几个小人物的故事 一个沉默寡言逃避社交的侏入 一个承受丧子之痛 中年离异的女画家 一个被迫接手父亲的 迎生百无聊赖的 辣妹一帅小伙 在这部表现 友情的电影里 三个人从相识到相知 有分有合 有欢笑也有泪水 共同承担了生活中 那些不太美好的部分 再远离繁华的小镇 可服孤独是治愈伤痛的起点 人生有时是痛苦而艰难的 但有一可以互相缓解 对方的痛苦 残缺的心灵相互意味慢慢靠近 能让人从中汲取一些力量 带你走出人生的阴霾 影片中的人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其实代表了许多心灵受创 敏感自卑逃避现实的人 生活有时并不尽如人意 需要一些美好的东西 才能让我们坚持走下去 或是香烟爱情火车或友情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 不管路途多么遥远 希望你能找到三五好友 闲暇小聚 一壶茶一部电影 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